接下来是由资深媒体人《芝加哥时报》主编李祝华所带来的最新实时观点评论 李祝华观点 有罪无悔 美国极右翼组织被判煽动叛乱 守事者创办人 罪名成立 毫无悔意 美国极右翼民兵组织誓言守护者创办人罗兹 与另一名成员应策划参与2021年1月6日攻击国会山庄 在经过陪审团的审判后 背叛煽动叛乱罪名成立 最高可判处20年徒刑 司法部称 誓言守护者密谋以武力反对美国政府 强行阻止总统权力 从时任总统川普和平移交给拜登 罪不可赦 对誓言守护组织领导人罗兹的一系列煽动阴谋 定罪为一经为止 与袭击国会山庄有关的最引人注目的 具有高学历的罗兹 出身于耶鲁大学法学院 他显然是知法犯法 他所领导的这个极端反动组织 由军队和警察机构的前任和现役成员组成 该组织的名字源于有关于侵犯个人自由的极右翼阴谋论 他们经常全副武装是川普的狂热支持者 谁是这次袭击国会山庄的政治指挥高层 这并不神秘 是川普和统治阶级 政治盟友的亲密圈子 设计并实施的一种策略 他们错误的声称选举被窃取 让很大一部分人相信这是真的 并利用这种压力推翻投票结果 从种种迹象显示 这个组织当时正在积极探索 宣布戒严链的可能性 以便川普继续掌权 Oscaper的辩方称 为武装战斗所做的准备是合法的 继右翼人士所说的 发生在2020年大选中的虚构的操纵选票 他们坚称其活动本质上是受宪法保护的 其实不然 那是一项打击民主核心的 异常严重的罪行 到目前为止 在1月6日联邦法院审理的734件案件中 和极右翼团体有关的全国人物 都与川普和他的知己罗杰斯通 有很强的政治关系 此外他们也与骄傲男孩有联系 其领袖为前佛罗里达拉丁裔 川普竞选主任 而他们也曾经与匿名人阴谋运动 有暧昧关系 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 极端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与民兵和白人至上主义者 构成日益严重的国家危机 他们散布仇恨 宣扬白人至上主义 可能从民粹主义 变本加厉成为纳粹主义 而让美国成为分崩离析的国家 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是 在上个月当佛罗里达州州长 德桑蒂斯拒绝公开谴责 奥兰多的新纳粹分子时 他基本上对外公开的仇恨不屑一顾 只称他们是当地执法部门 要处理的人 如此我们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位即将问顶白宫大卫的 佛州最高共和党人认为 在佛罗里达州 街头游行纳粹主义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甚至能引起极端分子共鸣的信息 那是让我们感到十分忧心的事